今天的面试又失败了 这年头找份工作太难了 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开挂的 我叫刘年 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 今天是我第18次面试悲剧 我们只要能007社畜牛马 你的工资要求太高了 不符合我们公司的狼性文化 虽然毕业后屡屡碰壁 不过好在我有一位体贴漂亮的女友 我们在校园相识 她总能在我疲劳之时 王亲爱的 给我心灵的慰祈 庄子 面试的事不想了 送了一周外卖 今天是我们相识三周年的纪念日 给她一个惊喜 还是超哥对我好 等会儿我就和刘年那个穷鬼分手 好像是我能有张碧的生命 等会儿我就带你去风神游戏里修炼 我家仙祖托梦说 进入这游戏打怪升级获得的能力 以后现实中都能用 而且还有机会被风神 那超哥可一定要带上我 张碧 真的是张碧 小兔崽子接电话 是母后 是母后 我妈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 求你 你的爸爸和你表弟都快不行了 你快来新院级就是 妈 你别急 我马上过来 现在你丈夫和外甥已经陷入中毒昏迷了 他们的大脑接近死亡状态 暂时身态体身平稳 近日医院也接受了多例次症状的病患 专家会诊后 也查不出昏迷的具体原因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我爸呢 你爸和你表弟突然昏迷了 这可怎么办呢 叫他俩少玩游戏 现在好了 出事了 我儿子也是打游戏突然昏倒了 我去举报游戏没用 警察说服务器在国外 拦截屏壁都没用 把游戏头盔都砸了 第二天又有心的放在家门口 游戏 是那块游戏吗 魔兽伯父庭护后 老爸也要失业了 我带着你表弟 一起去开荒 开金团 搞直播 给你小子 赚彩礼 没想到 我上了一款新的MMO网游 风日游戏大陆 这是一款刚上线不久的沉浸式移动 只要带着官方研制的威压头盔 便能进入游戏进行超真实的体验 由于过于真实的走感 游戏已经上线 便在游戏圈内掀起了宣戏大火 老爸和表弟都是因为接触了这款游戏 才变得多闻迷的 那个什么超哥 你说完这游戏可以整形 这游戏到底藏着什么血 这个谜题 我要亲自接触 游戏起来 欢迎来到风神游戏等 人类 别跑 Lucky 新手礼貌里开出黑狗血 黑死心 管他什么妖魔 金币报的少了点 不过刚才报出的修行灵石 居然能提供三百的修为 果然运势在我 我爸曾经是电竞国家队选手 代表过国家队出战西湖城亚运会 我果然也有游戏天赋 哪个法师背心我 这才刚出洗手村范围 一个不到十级的玩家居然敢出村刷怪 真是不自量力 但他报了稀有的修行灵石 直接抢过来得了 大量猎杀萌兴玩家升级 可比单刷也快有效率多了 这人长得很像是你男友啊 真巧 没想到 埋伏在新手村外掏袭 都能遇上我那个废物男友 看他那一身穷酸的装备 估计啊 根本没钱可金 居然是你们 我可不是好欺负他 看招 三十六级走位上街 我 感觉吃了奥利给 幸好考虑周权 将新手村的辅助到处都没了 要不然今天就被违工干掉了 糟了 我的心跳 超哥帮我和了一根巨无霸群照 谢谢超哥带我飞 爱你 摸摸哒 你这个心 你不要去回忆了 你在逃啊 今天还不是栽在了哥的手上 哥不仅PK掉你 还要抢你的装备 你身上的金币和修行灵石 我们就全部收下了 可我 这不是东西吗 我生 我肯定好多 这真是 我的心脏 好难受 就连视线都保护不清 这 就是死亡 天玺神王陛下 快醒醒 天玺神王殿下 您终于回来了 我的陛下 欢迎回归 陛下 许久不见 切身好想您 黄天 我不是应该在新手村复活吗 这是在什么鬼重生点 你先看了妹子 看起来 不像是玩家 陛下 你还记得切身吗 切身是您的护卫清秋月 陛下 臣妾是胡夫人 陛下 臣妾是玉贵人 让切身帮您修整蝙蝠吧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你们三个是谁 还有我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陛下息怒 我们是您前世的护卫 陛下临死前预言 千年后会转世重生 如今千年之期已到 所以特意在亡灵光耗您 他们是你前世护卫 难道我考虑戏罢了 因他要错重新转制为天玺神王 既然游戏让我成为天玺神王 那么我是不是就能快速给家 又出我的老爸和老爷 陛下 这是您前世留下的神王功法 修炼此法 不但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还可以学习游戏 全职业技能到满级 全职业技能满级 那我不就是最强三人管家 我的人生就要开挂了 张碧和金钞 没想到还有修炼温泉池 清秋月说再等于修炼可以增加物性 做快速的神王功 不过来 先进去再说 温泉中 还有我的滑星 这游戏就出了真实 就连消灭我真实 进入水王温泉 激泡一小时号 即可获得72小时的游戏经验 二倍加成 原来这温泉还可以提升游戏经验 获取速度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修行吧 这温泉中的灵机太棒了 这温泉 冬生你的西方国月 自己又脱胎问我了 没想到被张力他们撤掉复活后 能获得如此机遇 以后我就是全职高手卢大神 我最想死亡人 陛下 陛下不好了 神功报带人来神亡灵了 说是 要在宣承殿与姐姐议事 神功报 就是那个风神演义里的道路情报 陛下 那神功报可不是什么善类 不仅是仙记的叛臣 还勾结魔教 要是让他知道您在这儿 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 陛下 我现在就施展隐匿之法 暂时委屈您跟随妾身去宣承殿了 你这法术好厉害 不但身体变成了食品 就连气息也完全异异了 姐姐 快去宣承殿吧 否则神功报该起疑心了 清秋月 好久不见 神功报 那可是天系神王的宝座 你休得放肆 却去狐妖 敢对魔剑仙君神道长下手 龙椅也敢全废 且慢 神道长已接管游戏运营 想要在这游戏小事件里过得滋润 就必须听神道长啊 不得无礼 先冷静一下 听听道长大人怎么说 游戏运营 这好像不是普通NBC能解释的话吧 那就快说吧 清秋月 你们大王天系的精魄都消散了千年 没想到你还是那么忠心 罢了 正是要紧 这狐狸在此守灵天年 也没荒水休灵 还是经典吧 自从原始天尊 决定再次开启风神堡后 并和江子牙一起设计了 风神游戏大陆这款游戏 通过头盔传送人类进入小世界历练 选拔出能飞升仙境的人才 进入游戏的人类 会留傀儡化身 在现实中继续生活 此外 得知这消息的神仙 纷纷托梦给自家后备 让他们选优秀的家族子弟 携巨款 一起进入游戏修仙 由于这游戏借鉴了很多热门游戏 而且还特别真实 所以刚上线就有近乎百万玩家涌入 按照最初江子牙设定的游戏机制 玩家在游戏中死亡 只要金元不灭 就可以重新在复活点复活 对身体也没有任何伤害 不过 自从神功报串通通天教主 设法封印了江子牙后 游戏机制也进行了调整 神功报在游戏小世界 开辟了一条连通魔界的秘密通道 妖魔昏入小世界后 变成各种NPC偷偷收割吞噬人类精元 当人类精元被妖魔控制后 现实中的化身就会陷入昏迷 游戏地图是以九山八海中的九山为背景 第一层是铁围山 最高层则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小世界的高层区域 神功报请来了梅山奇拐 多宝道人 精灵圣魔等人 坐镇游戏小世界 须弥山 截至目前 八成的玩家还在第一层铁围山 仅有二成的玩家进入第二层橡皮山 不过 他们已经遭受我们妖魔的阻击 很多人都被困在我们设置的户本里 被吸取精元 江子牙被我设计封印 原始天尊目前闭关中 他闭关至少千年 这段时间 足够我们把全宇宙人类 传送到这小世界收割精元 这些精元能大大提升我等实力冲出绝界 通天教主一统三界的梦想 指日可待 什么 这根本不是游戏 竟然是原始天尊和江子牙 一起做的风神游戏小世界 山功报还封印的江子牙 夺走了运营权 所以游戏中的有些NPC 是真妖魔和神仙假扮的 我也真的是天玺神王转世 怪不得老花他们昏迷不醒 他应该是一道魔戒妖魔了 清秋月 我记得天玺神王临死前 说千年后会转世重生 你可有线索 神王晶元极其珍贵 要是将他魂魄晶元吞噬 通天教主修为又能提高一个大境界 你们也不必被通天教主禁锢在此了 神功报 今日神王林并无异常 即便神王重生转世 也不会带有过去的记忆 更不会来这儿 希望你们能识时务 等你们帮忙找到天玺神王转世者 通天教主自然会想办法 还你们三姐妹自由 我还要去其他区域地图巡视 就不在这浪费时间 走吧 是 不能再放任神功报操控游戏了 否则不仅几百万人会玩到死病 魔戒也会杀到我们的世间 我要利用隐藏职业神王好好修炼 到附近的将子牙 阻止神功报的阴谋 人类 拯救世界 好不容易和陛下重逢 青秋月会誓死保护陛下 五等愿誓死为陛下效力 陛下 这枚金色玉玺是您的生前之物 只有拥有天玺神王血脉的人 才有权限开启它 请过目 这就是天玺神王的遗物 不知道能开出什么宝贝 陛下快说 无奈神王玉玺开启 明白 无奈神王玉玺开启 神王的玉玺开启了 玩家等级 到达二十几十 可以再次开启 神王玉玺 这个剑生锈了 不会是逗我吧 看这轮廓 像是陛下之前随身佩戴的龙凤剑 龙凤剑近其凛力 能破百万大军 但需要大量稀有材料激活它 稍后 我会把材料清单发给陛下 看来暂时是用不上了 还是AK47口 趁着身上有木日预约buff 我得加紧打怪升级 陛下 您这叫离开亡灵 去打怪升级了吗 就别重逢 切身舍不得您呢 我会定机回来泡温泉 获取游戏经验 加成状态的 因为通天教主和神王 您有一些过节 在您死后 他就将我们禁锢在亡灵 不能出去 陛下走后 我们定会擒家修炼 早日突破禁锢 就能再次护卫殿下 好 那我先走了 就用新手传送技能吧 坏了 新手村可以一小时传送一次的 怎么没办法传送出去 大概是亡灵离新手村太远 无法传送 难道我又就此困在这里了 那我还怎么打怪升级了 陛下莫及 你的玉玺拥有传送功能 只要心中默念 玉玺传送 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哦 了解 那么我走了 玉玺传送 恭送陛下 陛下 可算重新回到新手村了 等会儿再去刷锅链鸡 中午十二点了 野毒boss刷新了 兄弟们 冲啊 是什么情况 碍事 都洗开 只要把我们当踏烂了 布加伍德 我还会让他做 什么情况 他一直在冲击 O1 那可是道具池里超西部的加速道具 很多大佬特串来实际 他一直在群体O1啊 坦克拉不住了 这怎么打 野毒boss小体能爆出稀有材料 先关正看看 这树藤可真烦 砍断了再说 希望我比这腰低两极 但我能解决 这没怎么这样 该死 没想到底下还缠着一根藤腕 这么远都被他逮住 你有什么法宝 快点用啊 我一个穷屌丝 哪来什么法宝 这是人参果吗 我感觉要爆炸了 你是大小姐 你想想你有什么法宝 等着树药第二步攻击 我就扛不住了 我不请初有项链法宝 可以让我们脱困 但是现在没法施法催动啊 交给我了 我有办法催动 大小姐身上香味可真香 接下来 只要发动暴体天物 就可以瞬间释放法宝技能了 喂 你说你有办法催动法宝的 你都是催动啊 哎呀 别乱动 你敢吼我 暴体天物 凤凤凰脸 请 我的法宝不是需要施法时间吗 一张秒杀 好强啊 好强啊 这就是三百万华夏币 买的火系法宝吗 我认识那美女 她是水散集团的千金 方大小姐 旁边的男的是谁啊 离我女生远一点 快看那边 医保人身术又活了 这是编译体 糟了 罚宝CD冷却要半小时 怎么办 没事 交给我 太能装了吧 区区一个酒气未喘着的散人 大家听听 这货说交给他没事 方大小姐 加油 我们看好你 方大小姐加油 我们看好你 看好个鬼啊 我的小鹏啊 凤凰铃再发动一次 法宝又发动了 难道刚才不是方大小姐用的法宝 法宝不是有CD吗 还没结束 凤凰铃再次发动 你两下烧死 大老牛啊 恭喜玩家 连续 成功机 变异 升职 他好强 却能连续三次 瞬间发动法宝 他的嘴有问题 肯定藏着可以顺发 催动法宝的法器 对 他嘴有问题 暴天天悟果然可以三次顺机天空法宝 但是接下来 这可是三百万花虾兵 是去一套房啊 碎在我手 痛在我心呢 没错 他的嘴有秘密 会要去探保 闪开 对不起 凤凰铃碎 了 什么 奇怪 三遍了 怎么都找不到呢 我快断气了 我说你的法宝 凤凰铃 被我用坏了 哼 碎了就碎了吧 才三百万而已 才三百万 你刚才替我挡住爆炸 身上装备坏了 我们可以去宝花楼拍卖所去看看 宝花楼 那边每一件物品都是百万起步 本小姐最不缺的就是钱 快给我回家换衣服 进去吧 这也得有几千五吧 VIP区里的大别墅 游戏币和华夏币可是一比一啊 这房子需要几千万华夏币了吗 啊 刚才战斗弄得身上黏糊糊的 我去洗个澡 你先等我一会儿 她把我请到家里来 难道是想以身相许 报答救命之恩 距离宝花楼营业还有一段时间 我有一些事情想和你谈一下 这个妹子真性感 你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想知道你怎么能瞬间发动我的法宝 如果你不想说 那就签了这结婚协议书 只要答应和我假结婚一年 我就给你两个亿 Oh my God 两个亿啊 家里人憋着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 你一定要帮我 好的 你借 这卡里有一个页 你先拿去用 剩下一个页 一年后给你 好的 没问题 这是 传说中的黑金卡 比一颗多 啊 无愧是方大所谨 是我 我要休息了 宝花楼我就不陪你去了 有了这一个亿 我可以先去买一些装备和倒计增强使用 这个男人很巧 如果好好培养 也能成为我们方家的重力 光是路程最交一百万 这不是科兵大宝的事业吗 哟 这不是你那穷酸前男友吗 哈哈 穷鬼还想进宝花楼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乔丹的寒酸样 还好我跟了超哥 不然一辈子就毁了 刚才方琪尔给我的一个亿 比金超家的资产还要多吧 您是来宝花楼参加竞拍的吗 需要验证资产超过千万才能进入 看看能买的什么有用法 哈哈哈哈 还装 你这穷鬼今天要是能进宝花楼 我直播吃手机 哈哈哈哈 流年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你那点家道 我又不是不知道 哈哈哈哈 这穷小子还想和金少都 有好戏看了 拿去 我点发牙 他怎么会拥有制作黑卡 我没看错吧 这制作黑卡最低使用金额都是一个亿 我靠 难道他是传说中隐藏的低调科技巨老 金少不会真的直播吃手机吧 假的 肯定是假的 对 你们快好好查这张卡 是真的还是假的 难道真的是假的 那你小子死定了 哈哈哈哈 刘先生 请走这边的VIP通道 宝花楼前不得喧哗 要是手机赶紧吃 你们差点害我得罪了大人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真惨 被打脸了 可恶的流年 害我颜面扫地 这臭老子记下了 这边是VIP通道 普通用户通道在那边 What 天呐 这么长的队伍 老老实实排队吧 把花楼惹不起 没想到这近伤 你连总VIP通道的资格都没有 还被流年狠狠打理 不行 我一定要找一个比金兽更有钱的 今天不是一月一次的特殊贩卖会 都没看到VIP的 希望能买到想要的 这轻小子一定是偷来的 他怎么会有至尊黑客 诸位来宾 沙安勿躁 本次宝华楼竞盘 你处理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